武汉拥有高校89所,在校大学生遇百万 武汉敞开怀抱,在秋季学期迎接大学生回归 按照错峰分批原则,从8月22日至9月11日 武汉大学学生分4批返校 境外学生未接到通知不得返校 8月23日,推着行李箱,历经消毒、扫描、测温、登记等环节踏入校园 武汉大学学生游文杰难掩激动 从1月中旬放寒假至今,丁如意阔别校园已达7个多月 此番返校,除了戴口罩,他并未采取其他防疫措施 丁如意坦言,不担心安全问题 来自江苏南京的肖东珍女士送女儿前来报道 因疫情管控,家长无法进校,她在门口等候 她表示,武汉人民为抗疫做出巨大牺牲 如今城市恢复正常,把孩子交到学校很放心 今年我们在来的时候,其实内心真的是感慨万千 更多的是感动吧,我觉得更多的体现为一种温暖的 因为这其中一定是有无数的人在为今天的复刻做准备 我们才能够安然无恙到这里来 也能够放心的,踏实的把孩子交给学校 面对开学后,人口跨区域流动性大 人员高密度聚集等疫情防控挑战 武汉大学将实施校园、宿舍、封闭管理 如非必要不组织大型室内聚集性活动 食堂措施措峰就餐 每日对公共区域高频接触物体表面进行清洁消毒等举措 保障学生安全 中午12时许,武汉大学医学部信源食堂 就餐学生络绎不绝 记者看到,进出食堂大门分离 进门处有专人守候,协助学生扫码测温 对我们学生进餐这一块,觉得放心的 消毒这一块,经过我们的消毒块 消毒机,自动消毒 再加个我们的热风消毒柜 热风消毒柜还要消毒一百二十分钟左右 才能使用碗块 还有这个,有消毒块 还有一次性的包装的袋子都有 包装的筷子,由他们自己来选择 在武汉大学工学部学生七社门口 宿管员张斌热情迎接学生归来 张斌透露,学校提前对宿舍进行了消毒、通风 在公共卫生间配备了洗手液 开学后,学生扫码测温进出宿舍 宿舍公共区域将每天消杀两次 现在各项都在恢复正常 我们心情也是感觉很高兴 现在宿舍已经打扫干净 消毒也完成了 我们在这里等着你们回到学校 恢复我们正常的教学 学习的次序 截至目前,武汉多索高校已公布 2020年秋季学期开学时间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